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修 请先开金本 看这个后面这一半 观金 善导书清华 看第一面 第六段 慈敬以观佛三昧为终 亦以念佛三昧为终 亦行悔愿往生净土为庭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教导我们修学尽宗的宗旨 也就是最重要的修学纲理 自古以来 尽宗念佛 有四种 所谓十相念佛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持明念佛 都是出自于本经 所以说到本经呢 是以观佛三昧为终止 这是旧观金 前一半 十六观 前面的十二观 所谓说的 那么也以念佛三昧为终 这是特别 指出 持明念佛 这两种方法 在古时候 古大德 昨天跟主委报告 那个时候 人心 淳厚 社会 风俗 善良 用观想 观想 还能成就 到末法的今天 绝大多数的人 实实在在 像古人所讲的 我们先出 静系 西方境界的境界 非常威胁 观想 就很难成功了 所以 佛祖 无不提倡 持明念佛 我当 世尊 于劣带的祖师 大力提倡 我们在经典里面 观察到 原来持明念佛 社封三世 一切祝福 没有一尊佛 不提倡 我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 求生 求生 所以说 所以说 一心 悔愿 悔是悔乡 愿是法愿 求生 净土 为主 这是我们的目的 第一下一条 说 棒方于无心 拔难 及非人 此等不受 西方极乐世界 既然是以观佛念佛 这是我们主要修行的方法 什么样的条件呢 才能往生呢 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明白 这个棒法的人不能往生 主想想爆发决定的不相信 不相信他怎么会去呢 当然不能去 另外一种呢 虽然不爆发 但是他也不相信 他也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除这两种人之外 都能往生 那大师就说 下面还有霸难 还有非人呢 不错 霸难非人 必须是爆发无信 他就不生 否则的话 这个发门真正广大了 六道里面一切众生 统统得身净土 所以是九界众生 人人有份了 才显示出祝福如来 普渡众生的宏愿 下面说 一行信要求愿往生 上经一行下手神念 成佛愿力 莫不往生 具体为我们说出 往生净土人 他所具备的条件 条件实在是很简单 一行信要求愿往生 这个就是一切众生 得身净土的 唯一意义 条件 上知等着菩萨 向华言会上 文术福行 善才同子 也是一行信要求愿往生 下知六道凡夫 乃至卧道众生 也是这个条件 一行信要 这个要是爱好 喜欢 求愿往生都能够得身 这个地方 诸位同修 要细心体会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就是等着菩萨 跟我们所修的 是同样一个方法 同样一个条件 这是音同 所以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果不也相同 因同 果当然相同 因不同 果就不相同 西方世界 无比的殊胜 那个真正的因缘 就在此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一行 这两个字是关键的 我们要问 你相不相信 进出法门 我可以说 我们在座 每一位同修 都说我相信 你喜不喜欢这个法门呢 大家都说我喜欢 那是不是通通都能往生呢 那未必 为什么呢 我们都相信 都喜欢 为什么不能通通往生呢 那个重要的 一心 我们有没有具备 我们虽然信 虽然怨 但是并不专心 并不是一心 那你往生就没有把握了 如果你是一心 除了这个法门之外 除了这个念望之外 别无二念 那就恭喜你呀 你这一生 决定往生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容易 虽然简单容易 这个一心 不容易做到啊 如果对于世人 我们这个世间 才色明诗碎 无欲六成 对于佛法 禅教秘律这些 还有进士 还想去学学 还想去沾染 那你就不是一心了 不是专修了 这样我们这一生呢 求愿往生 就未必能如愿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世间 明文立雅 五欲六成 要方向 决定不能沾染 出世间 佛所讲的种种法门 我们赞叹 我们 我们佩服 我们不学 为什么不学呢 我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呢 才能成就 上经一行 一行是尽行受 也就是一生 一生呢 我们这一生当中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念头 除了往生 净土之外 没有第二个愿望 一生呢 都遵守 这个方向 这个目标 下受神明 那是值 业障 深重的众生 他在灵命中之前 才闻到这个话门 才听到 听到了怎么样呢 不迟 也来得及 只要你在灵命中之前呢 你也是一心性要求愿往生 哪怕念十生佛号 一生佛号 都能往生 可见 这个法门呢 真正不可思议 什么原因呢 成佛愿体 这个地方的佛 是值 西方世界导师 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普度众生 同时 也包括了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了 跟阿弥陀佛 同愿同行 你看 摄迦牟尼佛 为我们宣说这个法门 劝我们念佛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摄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 要是不同意 的话 为什么劝我们往生 摄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与阿弥陀佛 同愿 其他一切祝福如来 都跟阿弥陀佛 同愿 同行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 要认识清楚 才不至于怀疑 第一下一段说 振兽者 详心都喜 元律并亡 三位相应 名为振兽 若得三位 见比过地 寥寥分明 这个振兽 就是前面所讲的 念佛三位 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这是观经上讲的 振兽的意思 振 是振兽 受 是享受 是受用 念佛人 正常的心态 正常的受用 就叫做 念佛三位 这句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大师在此地 用最简单的言词 为我们 说出 他的含义 想心都喜 妄想 妄想 没有了 想心都喜 妄想 没有了 元律并亡 元律是烦恼 律是私律 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 分别职责 千长挂肚子 这些烦恼习气 也没有了 妄想 没有 烦恼 没有了 那才叫 一心 不乱 换一句话说 我还会 打妄想 还有啊 顾虑 念佛三位 就没有得到 一心 不乱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啊 功夫 不倒降 功夫 不得力 这不要紧 只要在功夫上 加强 就可以了 所以 对于 一切事物 人事 一定要看淡 不要太自主 能够过得去 就可以了 佛 佛教给我们 知足 常乐 尤其是 念佛人 物质生活呢 要知足 知足的日子 就很好过 就过得非常快乐 佛号 二六十中 我们现在讲 二十四下诗 念念 不间断 当然 在初学啊 这个念念不间断的 是办不到的 办不到 也不要紧 也不要害怕 这都是很平常的现象 哪一个人 一念佛就办刀子呢 自古以来也没有啊 总是要一段 相当长的时间 去练习 然后自自然然 就纯熟了 心就定下来了 这个心定下来之后 主要晓得 烦恼少了 妄念少了 智慧增长 出人 久 但是 会比从前 聪明 会比以前 更周到 更圆满 这就是 念佛功夫 得力了 那么这是不是三位先前呢 还没有 这是初步功夫 得力了 再努力 再精进 念佛三位 就慢慢成熟了 这个三位 有 全身 不一样 功夫前的 叫四一心不乱 功夫深的 叫礼一心不乱 这个地方所讲的 若得三位 见比过地 寥寥分明 那是 礼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还见不到 礼一心不乱 那就见到了 那么这个都是说的 功夫 层次上的问题 我们只要认真 努力 就好 再翻过来 看第九段 华眼经说 四位震受者 但是三位者一名 世尊 在本经里面 讲的 思维 震受 思维 震受 是不是三位 是 怎么知道 世面的华眼经上 佛说过 思维 思维 震受 就是 在 所以这是用华眼经来证明 那么 此地这个思维 就是 观想 我们常常 想 阿弥陀佛 想 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阵 庄严 可是 诸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说佛 善导大四号 教导我们的真实 我们依据什么呢 要依据经典 世尊 世尊 当年呢 在 灭渡之前 教导我们 四一法 第一条啊 一法不一人 法 就是佛所说的经 人 人呢 后来的菩萨 祖寺大德 这些 诸解 这是人 假如他这个 诸解 诸得与 金相应 我们可以 以他 诸解 诸得跟金 讲的 不相应 我们就可以 不必 以他 佛在经上 跟我们讲的 很简单 他这一诸解 一讲 一解释 解释得非常繁琐 非常麻烦 那我们还是 一经 不一祖师的 诸解 这是对的 那 是 一法不一人 我们 我们 向佛 就依照 观经 经文上 所讲的 直接 吻的 圣人道 大师 诸解 他的 特色 就是 完全 与 经 上 所说 的 详意 没有 尤详 这个 经外的 那些方法 没有 完全是 经中 所讲的 这个是 难能 苦贵 之处 下面这一条 是帮助我们 建立 坚定的 信心 这非常重要 禁宗法门 建立在 三个 条件的 基础上 弥陀经上 所说的 性 愿 行 号称为 净土 三自粮 三个 重要 条件 如果我们 没有 坚定的 信心 那这个 法门 就很难 成就 所以 山道大师 跟我们 说 此今 定 为 凡 天父 不 为 圣人 诸佛 大悲 于苦 者 心 偏 明 明 明 常 末 众生 是以 劝 归 敬土 这个意思 昨天 也跟 诸位 报告过 因为 古时候的 大德 也都是 我们 佛门 了不起 的人物 他们 他们的 见解 认为 净土里面 讲的 九品 这个 圣三品 是 菩萨 往生 这个 中三品 是 小乘 人 往生 凡 凡 没有 分 他 凡 忽 往生 那 只是 下三品 古 大德 有 这个 说法 善 道 大 不 吃 他 那个 说法 不对 说法 误会了 九品 往生 通通 是 反复 我们 听了 善 道 大 四 的话 欢喜 上品 上 生 我们 也有 愤 有 指望 如果 说 菩萨 往生 那 我们 就 没 指望 我们 比 菩萨 罗汉 差远 那 真的 就没 指望 所以 善道 大师 在此 地 告诉 我们 这个 经 所 说的 决定 是 佛为 反复 说的 不是 为 圣人 说的 圣人 就是 小乘 出国 以上 那 都是 圣人 不是 为 他们 说的 是为 我们 说的 为什么呢 祝福 大悲 于苦 着 我们 苦着 就是六道 轮回 六道 轮回 太苦了 所以 所以佛 对于六道 众生 特别的 怜悯 想帮助 里面 早一天 脱离 苦海 脱离 轮回 与 与 云 云 成 佛道 这个 沉默 沉默于 三土 在六道 不能超越 月定是 主三卧道 的时间 长 身在 三山道 的时间 短 这是一定 从理上来 说 唯师经论 里面 告诉我们 一切 凡夫 这个 新星所 里面 善的 星所 只有 十一个 我的 我的星所 有二十六个 你看 善少 物多 所以我们这个物念 容易起 善念 不容易生 这是从理上 从书上 讲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力 言语躁则 作物多 造善少 既然造的 物多 必定在 物道里面 那个古报 长久 善念少 善行少 纵然 生到三山道 时间 要断出 于事 于理 确实 都是 事实 真相 所以佛 对于这些众生 特别 怜悯 为我们 开出 这个法门 除了 这个法门 这些 长末 三土的众生 不能得度 遇到这个法门 能性 能愿 能行 佛的力量 加持上 即使在地狱众生 也能得度 这个经上 讲得很好 经允 三种众生 当得 往生 这是佛 在经常又说 有三类 众生 当得 当然 一定 的 神 那哪三种呢 一真 能 持戒 修辞 这四个字 看起来 简单 真正能 做到 不容易 不要说 这个大戒了 就是 佛法里面 最根本的 五戒 五戒是根本戒 从凡夫 到小圣 到菩萨 菩萨是大圣的 能够把无戒 持得清净 就不容易 修辞 修辞 修养 霸慈悲心 这样的人 他要是念佛 求神 净土 一定 得 神 这是第二类人 二 不能 持戒 修辞 但能 读 诵 大臣 这前面呢 我们 很难 做到啊 真的 不容易 做到 不要看到 那四个字 好像很容易 真难 做到 可是 第二个条件呢 我们想象啊 我们 有能力 做到 这个 但呢 只要的意思 只要 你能够 读诵 大臣 经典 就行了 这个地方 要记住 大臣经 不是小臣经 祖师讲的 明明白白 大臣经 这是佛说的 经上讲 这是佛说的 哪些是大臣经呢 花言是大臣 法华是大臣 原觉是大臣 金刚经也是大臣 当然 净土三经 都是大臣 每一天 读经 回向求生 净土 也一定得真 这个大臣经 只要选一种 不是叫你 所有大臣经 统统读 不是这个意思 大臣经 大臣经里面 念一步 就可以了 那么我劝同修们 念五无量寿 念阿弥陀经 一生 念一步 经 就能成功 三个 不能持戒 读经 前面这两条 都做不到 唯一能念佛法身 等 心 就念三宝 念佛 念阿弥陀佛 你这一生 专念阿弥陀佛 无量寿 经常 教给我们 上中下 三倍往生 修行的方法 都像 放菩提心 一向 专念阿弥陀佛 就行了 什么 叫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好懂啊 他上头 还有一句 叫发菩提心 这菩提心 是什么 怎么个发 偶叶大师 在要劫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一心一意 想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这个念头啊 就是 无上 菩提心 我们 时时刻刻 有这个念头 就是 发 菩提心 你只一想 专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就行了 前面两条做不到 这一条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没有一个不往生 这是念佛 念法 法是经 就是念经 生呢 生是我们 我们中国人 有很多人呢 跟观音菩萨有缘 念观音菩萨 念观音菩萨 能不能往生呢 能 为什么能呢 生嘛 观音菩萨 是菩萨生啊 念观音菩萨 能往生 念地藏王菩萨 能不能往生呢 也能往生 只要你念到 一心不乱呢 我把念 这个 念佛 念菩萨的功德 回向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统统的往生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了 法司 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如果没有根据呢 那你就是胡造谣言 有根据 根据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倍往生 上中下三倍 都是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没有问题的 专修进度 末后还有一端 不是专修进度 是修学 其他大乘法门 回向求生进度的 是通通得生 这就是说 不管你念的 哪一部大乘经 你只要回向 法院求生进度 通通得往生 所以一切大乘经 一切祝福菩萨的名号 都一样 但是要记住 要专念 念地藏菩萨 就专念地藏菩萨 你才会得一心不乱 才会得一心 心清静了 心清静这途径 于西方极乐世界就感应 回向求生西方 到往生的时候 还是西方三圣来接应 决定得生 说辞职三人 过以己专精力 这四个字很重要 专是专修 经是不砸 不掺杂 无论修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一定要专 不可以夹杂 要专精力 勉励 要勉励自己 要努力 精进 一日一夜 乃至七日七夜 相识不断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大夫妻 这种夫妻 叫精进夫妻 七天七夜 不间断 不间断 那么通常这种佛妻呢 在一年当中 打一次就够了 这是专精力 在一年当中 我们利用休假的时间 这个时候工作都放下 用七天七夜的时间 专心念佛 相识不断 将这个功德 回向求运往生 到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与化佛菩萨大众 放广收手 如谭之情 祭生彼国 上平上生 那么这九平往生呢 后面还要洗手 这个地方呢 热热的 踢一踢 这个是特别精进的 这是上平上生的 他所具备的条件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条件呢 我们凡夫有份 凡夫不能持戒 不能修辞 我不认识字 也不会读大成经典 我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 或者呢 我只一生呢 念一句 南无观世音菩萨 都能上平上生 这正明了阿弥陀佛 善道大师前面所说的 这个经是决定为凡夫说的 不甘大小胜 大小胜没有关系 九平上上平呢 我们凡夫都有份 那么这桩事情 有没有证明呢 有 我们在净土圣险路里 在往生砖里 看到 甚至于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遇到许多念佛的 像是乡下的老太婆 不认识字 他一天到晚呢 拿着一串念珠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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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切都放下了 临命宗时 他欲知识知 站着走着 坐着走着 对诸位说 那都是上平上 可见得上背往生 我们凡夫真的有份 往生 高不了这样高的品位 都是不老实 自作聪明 妄想烦恼不断 那个品位就落下来了 就这么回事 我们再往下看 上中的 上贫 中品 上中品的 金云 不必受持大臣 这叫大臣金 你没有能力去读诵 没有能力去受持 不要紧 但应善解 大臣金的意思 你听到一些 你懂得一些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为论其行 你明了大臣金的教义 做不到 没有做到 又言 深信 因果 不光大臣 以此善根 回院求成 上贫 中品呢 比前面条件呢 就要宽了很多 这个里面 最重要的一句 是深信 因果 什么因果呢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我念阿弥陀佛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决定成佛 对于这种事情 一点都不怀疑 他不帮大臣 那么以这个善根 念佛求生 希望极乐世界 可以达到上贝 中品 这个品位 也很高很高了 上下之 就是上贝 下品 金银 一行因果 不帮大臣 对于念佛成佛 这个因果 他相信 没有前面那个人 心得深 他也相信 也不帮大臣 但话无上道心 为此一句 一为正义 这个一句 就是名号 一听到晚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他 真正的 四一 他每天做的什么 就做的这个 这是他的正业 其他他所做的 是负业 这是正业 其他一切 负在做的 那么我们现代人念佛呢 是把自己的行业 当做正业 把念佛当做 父业 父丹的 那就不行了 这个就差远了 一定在这一生当中 把念佛 求生 净土 当做正业 是我们一生当中 第一桩 大福 其他的四业 都是父丹的 这一个观念 必须要确定 回事一行 求愿往生 一行 一行 端念阿弥陀佛 把这个功德 回一向求生 就行了 这是上三平 往生 后面呢 这有个总结 借是佛去世后 一切发大尘心 众生 行业不同 这时去使 迎后有益 看看上三平 往生的人 确确确实实 是他们修行功夫上 不一样 功夫不相同 所以往生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这个三种平位的差别 往生的时候 感德 我们有感的 佛就有印 感德 佛来迎接 那个状况 不一样 上上平 往生阵 去的时候 佛与 无数化佛 夜市收手 来迎接你的 人呢 通通是祝福 你就知道啊 那你是上上平 往生 上平上生 有无数的祝福 来欢迎你 来迎接你 上平 中生 去的时候呢 佛与 千化佛 你看到 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 来的 有一千尊佛 这就有数量了 这是上平 中生的 上平 下生的呢 阿弥陀佛 来了 跟阿弥陀佛 来的 佛 五百生 五百生佛 跟阿弥陀佛 一起来 迎接你 这就是 上平 下生 知识 也有强弱 知识 有识 差别 我们要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迎接 是不是 佛对于 修行人 功夫 差别 待遇 不平等 千万 千万不能有这个观念 为什么呢 那是我们的妄想 那不是佛的意思 诸位要得也知道 我们所看到的境界 使自己业力感应到焦点 感应 佛 没有心 没有念头 好比 我们这个佛堂前面的 大庆 沐鱼一样 它没有分别性 我们去敲它 轻轻地敲 它声音就小 重敲 它声音就大 它有没有一个念头 说是 你敲得轻 我就小一点 你敲得重 我就大一点 它有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 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 我们往生的时候 佛来介意 佛的心清净 没有念头 完全是自己 感应力量的强弱 我们感的力量强 见到的佛就多 我们这个感的力量弱呢 见到的佛就少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这个是 自自然然的现象 那么这个是说 上三平的人呢 通通是释迦摩尼佛 灭度之后啊 这一切 大心的 心量清净 心量广大的人 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法门呢 去修学 他所得的感应 那么再看中三平 中备三人 精灵 若有众生受持 无戒 无戒 八戒 无戒是根本戒 八戒 就是八观 摘戒 因为这个法门 最主要的 是为在家人 所事 要度这六道里面的 在家的 众生 所以我们在家同修 对这个法门呢 要居足 信心 佛特别 为我们讲 那么这在家人 受 出家人的戒 八观摘戒 八观摘戒 戒只有一条 只有八条 戒有一条 八观摘 后面呢 会说到 会解释 那么他的期限呢 是一日一夜 二十四小时 这是在家人受 出家人的戒 修行住戒 不遭无逆 无众过患 这就是持戒 亲近的人 不犯戒 不造罪业 持戒的善人 命于宗师 阿弥陀佛 与比丘慎重 放光说法 来献其前 此人建议 既得往生 是中上 是中平上身 持小臣戒的反复 这样的人呢 中平往生 那也许我们要问 这个人持戒很严 戒律经严 念佛往生 才中平往生 再看看那一个老太婆 也没有看他持戒 一听到完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还是上平身的 这原因在哪里呢 诸位呀 一定要知道 上平身的 心量大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中平身的 心量小 有执着 那我对戒律 很严 他没有持戒 他不如我 我比他高 心量不如人 戒律严是另外一种事情 心不清净 没有啊 那个大臣心量的人 心心情 虽然他不持戒 他的戒行居足 为什么呢 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他不打妄想 他不做坏事 戒律就是诸欧墨足 众山奉行 一天到晚 你阿弥陀佛的人 就是诸欧墨足 众山奉行 他不必在戒条上 一条一条的执着 他统统都亲近了 所以人家是上平往生 中平往生呢 对这个戒很重视 很在意 一定要持戒亲近 中辈往生 道理在此地呀 那么往生的时候所感应的 阿弥陀佛 不是与很多佛来迎接 因为你重视戒律 因为你重视戒律 持戒很严 那么小城的比丘甚至 他们对戒律很在意 很重视 所以你所看到来迎接你呢 是阿弥陀佛带了很多这个 跟你相同的 戒律很严的比丘重啊 来迎接你 统统是感应的 今年修持一日一夜节 灰月往生 此时佛去世后 小善凡夫得生 中三瓶里面 中瓶上身的 是持戒修善的凡夫 中瓶中身的呢 是属于修善凡夫 持戒不向前面 那样的严格 他也持戒 受持一日一夜节 这个一日一夜 就是八观摘节 八观摘节 不是每天受 偶尔受 这个人是世间善人 行善不走窝的 他要念佛 求生尽度 符合中平中身的条件 中相之经 若有众生效养父母 行事仁慈 命于宗师 欲善之时 未说必复 过途乐死 四十八愿的 此人文仪 集身毕过 此人在世 自然行销 非为出力骨 应人劝说回心 记得往生 这个中平下身的人 就是世俗的善人 他一生 没有听到佛法 也不晓得 什么叫西方基督 干世 干世 是世间的好人 他孝顺父母 对待人 仁慈 世间的善人 世间的好人 临终的时候 遇到善之时 这个善之时 跟他讲西方 极乐世界的好处 你呀 可以念佛了 求生净土 他一听呢 就生欢喜心 就接受了 念佛了 往生 这个是世间善人 临终预言 往生 那么由此可知 这是 终备三品店 所居备的条件 那下三品呢 我们再看看下三品 上三品 是罚大心的善人 中三品 是持小群戒 及世间的善人 下三品 下三品 造作一切 最悟的 不是善人 悟人 悟人 也往生 下上文说 下品上生的 或者是下背 下背 无量寿 无量寿 经常三倍 下背 下背 上生的 但不做 无利 办法 只是无利 罪 办法了 他没有做 大概其他的坏事 都做了 所以说 自欲诸我 习皆俱造 其他的罪过 他都造 无有惭愧 不知道 忏悔 不知道 改过 是这一类的人 命中 于善之时 教令 称佛 而是 阿弥陀佛 寄请 化佛菩萨 来引此人 既得往生 如此 无人 触目 皆是 若不欲善 是定如三土 我们自己 想一想 上三平 努力 也能做到 中三平 也相当难得 一场 说起来 我们自己 晚上 睡觉之前 闷心 自问 我们是 想三平 为什么呢 一天到晚 都想坏事 都做坏事 假如要不往生 决定 堕落三窝道 这太可怕了 那么像我们这种 一天到晚 有卧念 说坏话 造卧业的人 能不能求得 尚被往生 上辈往生 能 只要你忏悔 他这个地方不忏悔 不知道忏悔 不晓得忏悔 如果我们能够改过自新 能够忏除业障 我确实 可以能够增持到 上三平 往生的品位 都靠自己努力 那么下中天 私人先受佛界 受已不迟 即便悔破 又偷常住屋 现前生屋 不尽说法 无有一念惭愧之心 那么这个下平中生的 这个里面举的是出家人 出家人受了三禅大戒 受了以后怎么样呢 受了以后不能持戒 不能持戒 当然就破戒 当然就毁戒 这个罪就很重了 又偷常住屋 现前生屋 怎么叫偷常住啊 跟现前生屋呢 我们不持戒 住在这个道场里面 接受四中的供养 这就叫偷常住 这就叫偷常住 你没修到 你跑到这个寺庙来 是为了生活而来的吧 是出享受而来的吧 这就叫道 这就叫偷 偷常住 常住屋呢 多半值不动产 四面安堂的土地建筑 你在这里享受 你居住在这里啊 现前生屋呢 就是社方的供养 只是一切生活 物质生活上的供养 不修行 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偷盗 所谓是 施主一粒米 大入须米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交换 就是指的这个 不敬说法 虽然为大众说法 什么叫不敬呢 说法的目的 是求明文立养 心不清净的 假如这个地方 供养不多 我就不来了 为什么到这儿说法 这个地方供养很多 有立刻图 这又可以打知名度 存这样的心呢 就叫不敬说法 心不清净的 说法一定心的清净 不为名利 而为报恩 那说法是 上报祝福之恩 下报一切众生之恩 存报恩心 那说法这样就好了 那么他造作种种种我业呢 没有这个惭愧 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改过自心 那么还算不错 这就是命中于善之时 遇到善缘 善之时劝导他 一念回心 真正忏悔改过 念佛求生进度 也能得生 这就是命中于善之时 未说彼佛 过度功德 这个彼佛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劝令往生 劝他求生进度 自认文艺 疾病进福 随一话往生 若不遇善 遇火来也 那么换句话说 这样的 使这种出家人 假如临终 没有遇到善之时 没有往生到尽头 必定度地狱 因为他所犯的这个罪过 是地狱的罪业 再看底下一段 恰恰平往生 哪一种人 是下下平往生 下下的 此等众生 做不善业 我 你 是我 这是 极重的 罪业 这个你 就是 我们所讲的 大你 不道 杀父亲 杀母亲 出父神学 杀我罗汉 破活活生 这叫五逆罪 十五 大家都知道 生 杀生 偷盗 坚盈 口 望与 念舌 握口 其余 亦 坦嗔痴 十种物业 统统都造进了 这样的罪人 灵宗 一定夺 无间地 就是这么说 居住不善 此人 由我业故 定夺 地狱 多皆无穷 照他的一生 行业 决定夺 阿比地 无量皆受苦 念宗 遇善知识 就称 阿弥陀佛 称是称念 在灵命宗时 遇到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 劝他念佛 求生尽度 此人 依教 称佛 他在灵命宗时 地狱向 现前的时候 心里 生起大恐怖了 也遇到这个善悦 立刻 就念佛 回心转意 念佛 求生尽度 成念 祭生 若不遇善 必一定 下诚 假如他没有遇到善知识 这个人 必一定 要堕落 一定堕落 无间谍 那么 由此可知 这个下三倍的人呢 是造 卧业的众生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看似 观金 定善 于三倍 上下 文一 就是我们今天念的这段 这段文 总是 佛去世后 我无助反腐 这句话交代得很清楚 很明白 确确实实 对不经啊 佛是为我们说的 但以欲言有意 至令九品差别 这个欲言是我们一生当中啊 我们每一个人 寄予不相同 换句话说 我们生活环境不相同 我们文化背景不相同 所谓是 静珠这赤 静默这黑 所以才有造善造物 这与我们生活环境 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才有造卧造善种种的差别 这个差别呢 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九品差别 上三品是与大繁复 大心的繁复 心量很大 中三品呢 是小繁复 心量比较自小 下三品是恶凡复 通通是造作恶业 不知道惭愧 不知道悔改的 以恶业故 临终即善 临命中时 遇到善知识 依靠着这一个善念 这是 运念的善念 成佛愿力 佛的愿力 就是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十八愿 十八愿非常重要啊 成佛愿力 耐得往生 道比花开 方式发行 这是讲这个下三品 我业的反复 他临终才遇到这个 阿弥陀佛嘛 才听说嘛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才发菩提经 到那个地方才一向端念 不同的地方啊 在此地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